树河古镇是组成丽江古城的一个重要部分 是茶马古道上保存得最完好的古仪站 来到这里您也许会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如同大岩古镇一样 树河古镇也有一个四方街 广场四周有许多小店铺 并且也都是家家小桥乎乎流水 但不同的是 树河古镇多了一份宁静与悠闲 没有过多的商业气息 更可显现小镇的优雅 组成丽江古城的另一部分为白沙古镇 于1997年与大岩古镇及树河古镇 一起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即是白沙壁画 壁画会于明代万历年间 以宗教为题材 最大特点在于同一壁画中 融合了传统佛教 道教和藏传佛教的佛像 白沙壁画景点后门外 有一条商业街 虽然没有大岩和树河古镇般繁华热闹 但说不定您也会在这里挖到宝哦